突然实际4月SANA传出染疫消息后 经纪公司JYP又突然在5月22号公告 又有成员传出确诊消息 日前团体到美国举办演唱会 公司表示成员每天都有进行抗原检查 21号返回韩国前也在美国做了PCR检测 不料子余、纳莲、Momo回到韩国后 检测结果都转为阳性 三个人确诊了新冠肺炎 其他的成员目前呈现阴性 而目前子余和Momo都有咳嗽的症状 纳莲则是身体很疲惫无力 目前都在进行隔离疗养中 索性三人都已经接种完3G疫苗 4月SANA确诊时也是刚从日本结束演唱会返韩 这次出国工作一次有三位成员染疫 粉丝也很心疼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休息早日康复 明镜子非常休息